汉语 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孙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汉语课堂 今天我们学习 在什么什么看来 同学们,你们觉得汉语难吗? 下面我们看视频 你觉得汉语难吗? 我觉得汉语很难 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汉语一点也不难 同学们,我们看 诗语觉得汉语很难 孙老师觉得汉语不难 孙老师觉得汉语不难 是针对诗语说的 请大家看 在什么什么看来 这里是一个人的看法 请看图 这里是A的看法 这里是B的看法 这里是C的看法 所以,在什么什么看来的意思 就是 你觉得 我觉得 他觉得 同学们,这些应该怎么说? 大卫 大卫和妈妈去逛街 大卫非常喜欢这个蛋糕 这个蛋糕 一百八十元 大卫觉得 这个蛋糕很便宜 妈妈觉得 这个蛋糕很贵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大卫看来 这个蛋糕很便宜 在妈妈看来 这个蛋糕很贵 在大卫看来 请大家跟我读 在大卫看来 这个蛋糕很便宜 在妈妈看来 这个蛋糕很贵 同学们,你们看 这是中国的春节 春节的时候 中国人都吃饺子吗? 不是 在北方人看来 春节要吃饺子 在南方人看来 春节不吃饺子 同学们 我们什么时候 用再什么什么看来呢? 可以在针对别人的看法 或一个话题 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 用再什么什么看来 也可以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用再什么什么看来 这里的再什么什么看来 就是我觉得的意思 好,我们一起做练习 在年轻人看来 什么最重要 找工作 结婚 还是买房子 A觉得 找工作 找工作 最重要 但B 觉得 买房 最重要 B 你 豆豆豆觉得 兹豆觉得 兹豆 最重要 兹豆 在什么什么看来 怎么说呢? 没错 在兹豆看来 找工作时 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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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视频。 在我看来,应该先找工作,再结婚。 在我看来,可以先结婚,再找工作。 男生觉得应该先找工作,再结婚。 女生觉得可以先结婚,再找工作。 我们可以怎么说? 在男生看来,应该先找工作,再结婚。 在女生看来,可以先结婚,再找工作。 孙老师想知道,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最幸福呢? 请用在什么什么看来回答。 我们看一看,这是小丽,这是她的看法。 我们可以说,在小丽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幸福。 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最幸福呢? 请大家想一想。 怎么样?大家有答案了吗? 请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把你们的答案告诉孙老师。 下面,我们看一个视频,看看别的同学怎么说。 在我看来,和我妈妈拥抱的时候最幸福。 在我看来,旅行的时候最幸福。 在我看来,吃火锅的时候最幸福。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在什么什么看来,表达的是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是什么。 比如,在小丽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幸福。 在孙老师看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最幸福。 最后,别忘记完成我们的课后练习。 今天,孙老师的汉课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